刘晓婷 高小贝 观众也非常喜欢的 也粉丝不少 对对对 我把他们仨叫上来 跟大伙也聊两句 好 仨人来 快来 快来 哎呀 哎呀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你来晚了 我倒不用 我都能来晚了 你来晚了 这也没干涉 智力 智力孩子 行了 可以了 小赌太废了 这个他叫秦小贤 大家好 大家好 秦小贤 这两个呢 叫刘晓婷 高小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高小贝 我是刘晓婷 对了 秦小贤 你现在聪明还是不聪明啊 我现在还那样 又坏了 没改 还是不聪明 行 我的脑子一直也没好吧 给你千大爷搬椅子 好嘞 你看 你大爷累半天了 对 搬着你大爷在椅子上 这一个桌子摆不下这俩椅子 我们是坐在这里吗 您坐 来 来 坐坐坐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旁边挪挪 别挡着孩子们啊 对 行 来吧 哎呀 这孩子打着了 好 去跟大伙说说吧 哪年来的德军社 来吧 你们来的比我早 确实是 我是09年来的德军社 我也是09年9月份来的 打水下去 来 快去打水 这边 这回头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行 你们俩都在这 来啊 这都是热心观众给咱们刷的水啊 嗯 来 走 聊吧 哎 我又怎么少个卖呢 他得啊 嗯 先来两年 呃 我是09年9月份来的德军社 我是14年13年那会儿来的 我是09年来的德军社 嗯 当时我们那叫德云传奇社 对 嗯 在那儿学习的 是 这仨人是两个辈分啊 对 对 这个詹小字呢 这是我徒弟的徒弟 嗯 所以说这个管秦小贤呢 他们得叫傻 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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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落下了 别 别欠傻书 秦小贤是我们跟戏孝子那波学生 对 那波学的 你们平时玩抖音吗 平时爱看 真的呀 对 来来来 跟抖音的朋友们打招呼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又打了一次招呼 我叫秦小贤 特别爱看抖音 为什么是晚上的时候 还会经常刷一刷 因为有时候睡不着 看个电影啊 三分钟看一个 一看看一宿 经常这样 所以转天就耽误工作和演出了 没有没有 是吧 没有那不能 刘晓婷 嗨 抖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来了 我是您的老婆辈 我是您 我是刘晓婷 我那个 谢谢 谢谢 您多报名啊 因为报名来就能当我叔叔 都能占我便宜啊 报名吧 对 今天是眼睁睁看着 给自己选诗书啊 选诗书 怎么还选 哦 对 还真是 还真是 只要你来了就是我的叔叔啊 来了就是我 小贝 我们飞飞飞 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抖音设计箱演员高小贝 我是你们的小朋友啊 我是老朋友 他们写的这生生慢是什么呀 哎呀 师傅这是我特别爱唱的一首歌 唱两句听你 嗯嗯 快 来就是这话的 这一会儿唱 现在现在唱两句啊 啊 唱两句啊 投一句词 二哥快 请请 请转帮娃起 白马踏行你 山花娇夜暮色 从染红尖 屋檐洒雨滴 吹烟鸟 咱别放歌了还是 吹烟鸟鸟起 蹉跚扎撞转 晃然的你在 你在哪里 寻寻觅觅 寻觅觅 冷冷清清 越露梯 越压落苦惊 啊啊 零零碎碎 碎碎 点点滴滴 梦里有花 梦里青草 地 又来 又来 你看这种歌 您知道的好处在哪吗 怎么 就是他唱这个 咱能歇会儿 情感到 我听他唱过好几次了 对 都是咱们累了 对 待会儿他们大伙 都在表演节目的时候 你还会唱这 一会儿表演节目唱这个的 那不 差话也别的 对 一会儿可能 哪怕喝点酒 来个分合弯呢 话说的有劲 喝酒不行 来分合弯可以的 高小贝 跟他们大伙讲一讲吧 怎么来德学社农子科 然后有什么 告诉他们的吗 这些个以后要来的小师叔们 人在家中做师叔天上来 还真是 来了就是师叔 哪讲理去是吧 因为这个 我得跟大伙说一声 因为人家孩子挺大的 就跟郭麒麟都边上边下 凭什么 他就比这些人小一辈呢 这好多事 树有源树有根 我认识他的时候 是因为跟他们家的那个 他那个长辈 他小爷 对 我小爷爷 他小爷爷跟我是哥们 所以后来呢 因为这层关系 他那叔呢 最早那会儿给我做助理 所以他从家里这么排 他只能排在这个辈儿 我要让他当我徒弟呢 他回家跟他爷爷没法论了 所以说只能如此了 就咱们练下来 就咱们练下来的 他们就沾亲戚 他管他叫二哥 他们又是一家子 对 所以这是在他们家就排好了 是孙子辈儿送到这来的 对 就没有办法了 对 所以挺好啊 也挺开心的 他这些师叔 他们也该尊敬就欺负 挺好的 对对 傻叔 傻叔啊 傻叔这回可红了 傻叔还说红了 这太好了 两个都可以少了 那 哈哈哈 错 哎呦好家伙 二哥二哥二哥 二哥二哥 好家伙 老秦跳一个 这都是什么 怎么还得跳一个 怎么现在还有这个 跳一个吧 跳一个吧 跳一个 跳一个 我们贴会快 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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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音乐 贴板的呢 我多多的时候会跳了 哈哈 哈哈 快快来 快跳 跳起来 哈哈 来 我们就这么华丽的 下场了师傅 好吗 可以可以 太好 省了我踢着你 拜拜 哈哈哈